人生莫过做好三件事 一是知道如何选择 找一条适合自己走的路 别左顾右盼 莫贪多求快 不要误入乱花迷了眼 二是明白如何坚持 好走的路上景色少 人稀的途中困苦多 物随意盲从 既一味跟风 坚守这一刻 才能看到下一刻风景 三是懂得如何放弃 属于你的终究有限 放弃繁星 才能收获黎明 生肖羊 生肖羊的人在今天过后 所有运势都是处于上升趋势 因为生肖羊的人生年地之位 与太岁地之害相合 为何太岁 整体运势逐渐上扬 尤其是财运更是猛涨 他们今天过后 在事业方面 会得到贵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并且有吉兴华盖入供 才艺高盛 大展拳脚 工作中的表现优秀 势必可以得到领导的认可和赞赏 升职加薪 而且年末的年终奖 更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而且在2023几亥诸年里面 生肖羊的人又有福星增强滑钙的力量 事业发展更是会顺风顺水 如果生肖羊的人好好表现 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才能施展出来 相信就凭这短短的一个月收入 就能比前面的好几个月都还要多 生肖牛 生肖牛的人在2023年是形态岁的生肖 过得非常辛苦 而且收入与付出也是处于不平衡的状态 不过好在他们进入2019几亥诸年以后 适合太岁摇合 不再有形、冲、破、害的问题发生 所有的运势都将好转 尤其是财运方面 更是只增不减 生肖牛的人在今天过后 命宫中有金溃和三合两大吉星入命 届时运势攀升 而且还有贵人相助 财运滚滚而来 必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获得更多的财富 赚得腰包鼓鼓 生肖牛的人在今天过后 还有国印主管大权和财富 对于一向就特别勤奋的他们来说 有了这颗吉星的庇佑 只要自己够努力 那么赚钱自然会变得更加的轻松 生肖龙 今天过后 生肖龙事业工有潘安吉星入命 这颗吉星主管事业 有了这颗吉星庇佑 那么他们在工作或者事业方面 就都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 有于月龙门的机会 生肖龙的人在今天过后 更是有吉星龙德和月德入命 这两大吉星主管财运和人际关系 也就表示他们的财运猛涨 赚钱厉害 如果把握得好 收入一个月能比得上前面的好几个月的 而且月德吉星是有助于他们的人际关系 提升人脉 为自己的生财之道铺好路 并且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拉他们一把 使其顺利度过 所以属龙的人在今天后 也是可以实现自己很多愿望的 生肖虎 生肖虎的人与猪年太岁陆河 今天过后 武功里面有一颗陆神星和紫微星汇聚 这对于他们的财运来说 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这个陆神星本身就是代表了财运 有了这颗吉星的庇佑 生肖虎的人在财运方面将得到很大的提升 比较容易赚钱 如果是在职的属虎人 会因为表现突出 而得到领导的认可 年终奖必定也很丰厚 而且他们的贵人运也不错 在事业或者工作上 能够给予他们最大的帮助 生肖虎的人一生本身财运就不错 做事情也是有条有理 很有责任心 如果再赶上运势好的年份 那么他们是不会轻易错过的 生肖兔 生肖兔的人财运错不了 而且一生都不会为钱财而发愁 肖兔的人会再在平稳中求进步 到了中年则可达事业高峰 然后平平地走下去 在天洗这颗喜庆吉星的拱罩 表示有喜事将会发生 生肖兔的朋友只要能够把握机会 耐住心形的的参与到某些理财项目上 有很大的机会发一笔横财 会让生活更加的富足 生肖鸡 生肖鸡的朋友 总是大致若鱼 孝顺父母 天生自带幽默细胞 爱开玩笑 早前受煞星零星影响 所以赚钱吃力 甚至偶尔有小人作祟 今天后财伯宫有财星 和红卵吉星入住 运势提升 横财大发 桃花大旺 好的运势加持 今年会顺风顺水 生肖鸡的人事业中多有挫折 但随着经验增长 未来发展顺利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生肖兔 生肖兔之人个人运势 早期一段时间受臣服凶星聚集关陆宫 所以较多人使运不济男友喜事 六月份喜上心头 因为有小天刚吉星庇佑 到时候运势大望特望 世事如愿 倘若把握住好运 孝住树钱 孝住发财 孝住享福 此外 属兔的人工作上比较负责 自己的任务能够做得尽善尽美 将来运势发达 十人九富 六月份有大喜事的六个生肖 生肖鸡 生肖鸡之人六月份喜上心头 因为他们的关禄宫的天窥及星照耀 受好运影响 有望告别早前阵子发财受党 赚钱吃力的状况 到时候运势提升 出门见横财 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 另外对于少数暑鸡之人而言 早些时候事业多坎坷 但是通过保持好的心态去面对 随着经验增长 不出几年 自然收获多多 往后都是孝住竖钱 孝住发财 孝住享福 生肖牛 属牛的他们往往精力旺盛 不爱张扬 虽然看似保守稳定 其实他们非常具有幽默感 运势上 属牛的朋友 前端时间虽难有大喜之事 但福禄双全 而六月份开始 他们喜事数不清 大财小财一起发 乃是荣华之命 今后财运亨通 能成就一方伟业 六月份有大喜事的六个生肖 生肖马 生肖马之人 通似保守稳定 其实非常具有幽默感 他们做事有耐心 同时放不下面子 很少主动认错 运势这块 鼠马人命格之中 阳气较多 所以财运也会格外旺盛 而且他们在六月份 喜事数不清 大财小财一起发 将会富贵不断 有望事业有成 生肖猪 猪年出生的人心态成熟 非常懒惰 而且十分善良可爱 个人运势上 生肖猪六月份 正好有子微星加持 六月份喜事数不清 大财在望 小财在握 实乃富贵荣华之命 另外 鼠猪之人工作中有想法 并且能够将支付猪行动 未来大吉大利 金玉满堂 生肖猴 生肖鼠猴的朋友 近期运势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六月好运已经到来 而七月份还会继续延续 特别是下个月 鼠猴人会迎来吉星天解的入命 势必家中会有喜事临门 无论嫁娶天丁 还是横财入账等等 都是极有可能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哦 生肖兔 生肖鼠兔的朋友 终于摆脱缠身已久的霉运 很多事情都开始顺起来 尤其是在六月份内 命功得天德和时神吉星的眷顾 鼠兔人的是夜运迅速提升 沟通洽谈畅通无阻 接下来家中会有喜事频传 好运可谓遍地开花 最重要的是 鼠兔的人能洗的柜子 家里从此笑声连连 生肖马 生肖马的人 聪慧伶俐 八面玲珑 在人前人后都格外吸引人 无论在谁面前 都可以表现出自己很好的一面 谁都愿意和这样的他们相处 天生自信的他们 极具迷人特质 到了六月份 他们将有一件大喜事发生 由于这件喜事 从而翻天覆地 改变了鼠马人的生活 早安新雨 走在一起是缘分 一起在走是幸福 无论别人有多好 我们都不要羡慕 要只和自己的过去比 这样就会一天比一天快乐 同时 你还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心里也会得到真正的安宁 一 所有人在发誓的时候 都是真的觉得自己 一定不会违背承诺 而在反悔的时候 也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不能做到 所以誓言这种东西 无法衡量坚振 也不能判断对错 他只能证明 在说出来的那一刻 彼此曾经真诚过 二 人生的悲欢离合 酸甜苦辣 皆细于心 心态若安好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us